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时候会问我希望多说些花锤 因为其实我们习博士败量的节目都不短 一录就整两个小时 但时间很少 正式说世界现在这么复杂 在这个亂世时代你怎样似身立命呢 真的不简单 特别对年轻人 所以今天拍节目所有都是讲给年轻人听 特别是讲给我大小超台的会员听的 一大小超台 他能够参加我这个平台 他代表会和我有一份缘分在这里 人世间在一个无穷重时空 你撞上任何人物呢 既然间有缘分的话呢 在人类的本分是应该互相交流 互相将人类的正确知识传承 大家一起并肩前进 并肩前进之后呢 也都会交给后来者 跟着我们的脚印去前进 当然如果你要瞎摸摸都可以成功的 但现在这个世界呢 这样的人才太少了 在我们的佛学 只有袁国成的尋次的人物 他沒有佛註祭 有沒有聽到人講佛的經教 他可以去看花開花落 就看到無常 就可以誤導的 這種人物真的非常少 就算做一千年前的空海大師 就是我們的師叔組 在日本大家搜尋一下 這種人才今天都少出現了 他那些都不是袁國城 那些不得了 所以變了我在斯里蘭卡 就會重修一個紀念館 是紀念空海大師的師公 北空三座 因為空海大師來到唐朝 從唐朝來我們中國 他是跟阿慧果註法的 為那個師父就是北空三座 有這份恩怨我非常高興 亦都很詫異 為何留到今時今日才落到我手上 還要由我自己和石蘭的政府提出 要重修這個北空三座的紀念館 在這個時代真的需要 真的需要 因為北空三座涉及天文地理學 宇宙的神秘學 你知道就不神秘的 你不知道就神秘了 等於我們幾十年前 有人告訴你 他有今時今日 這個智能手機的功能 作用的 你真的找一支槍指著他 他都不會相信 但這個宇宙無窮上的時空 究竟有多少東西 令到我們人類不相信呢 我相信正式的國家會知道 我當年有個美國黃天堡的華麗專家 他看完我建築福文之後 他跟我一個學生是partner 他立刻要叫我學生 要跟我聊天見面 他世界頂尖的華麗專家 他說你的師父很厲害 他說我們在科學研究室 才能看到那個物理的反應 那些物質世界反應到的現象 但自己都不太明白他本身 他說你那個聖閣的師父 沒理由說到這件事出來 在他那個祝福文那裡 他在祝福文說到我日而星秀 時空式 他很害怕 因為他做科學家 他說到宇宙的背後 那個頻道的反應和運作 所以一定要見我 後來他要跟我學習 他真的很誠意 他真的看金光機 姓鐘的 他現在是台灣政府的顧問 一個大科學家 對我非常尊敬 那時候我就開了一個時空式班 門檻很高的 一定要大學畢業才收拾 第二期我招收的學生 好像是有一百人 第二班 第二班是學校聖閣 那次我是 因為我開課開兩個小時 或者鬆一點 有什麼問題 第二班我收的學費都五百多萬 一貨 一貨 我從香港全世界來說 我的學費都算最貴 我有幾樣東西很貴的 第一就是我的著作 我當年不管為眼觀世界 八十年代未出版 賣到二百百十元一半 現在在國內炒到五百元人民幣 如果有我簽名的話 因為很少是so call 但是今時今的亂世 要講一些事跡出來 真實的 所有的東西很貴 吃完飯對筷子 訂出去買回五六千元 有人買的 我不是說要買來做事 沒有用這個名義 所以就像我最近 我有位K軍的學生 他出門旅行 去了歐洲 用手機拍了一張風景相給我 那張風景相我又編了出來 兩部份 一部份就是用白色 普通的白色字提字 一部份就是用金色字提字 就三千元一幅 用相紙點出來 金色字提字 就八千元一幅 那我訂出去 就說拿來的藝術品 有我簽名加持的 那收了幾萬元 我應該賣光了 因為昨天都有人來跟我賣 有一兩幅被人留錯 我做了十二幅 每款六幅 每款六幅 六三一萬八 六百四萬八 那收回六萬幾 是嗎 我們K軍學生 在歐洲旅行 讓我手機按一按 扔過來 收回六萬幾 為何要講這些呢 因為經常大家聽我的節目 都有聽我的標榜 那個小奴多德 這種就是小奴多德 這種就是小奴多德的例子 不可以用把口說 你要把你的理念小奴多德 是用到在世間實現到的 才可以 你把口說小奴多德 當然我現在這段說話 是專程說給大西昭的台友聽 目的是幫你們鼓勵 你不用擔心自己讀書少 不用自己擔心學分不降臨高 叫你讀很多年書 再讀NBA 再讀博士學位 做研究生 什麼什麼的 消耗你的青春時間 現在全世界跌落了一個很大的陷阱 就是那個陷阱 就被那幫很厲害的人 讀了遊戲規則出來 浪費你的生命二十幾三十年 結果你就打份工 你最厲害的都做大學教授 如果你不擺脫去重傷的話 那你重傷有什麼條件 又沒有錢 又沒有錢 怎麼重傷 全部這些官員搞錯 有些總官員就說你還沒賭就輸了 你沒有東西帶來的 小朋友 例如我讀到小學畢業而已 那怎麼走下去社會和人競爭 你搞錯 你學的不是學課本的書 你學怎樣利用讀了書的人在你身邊 他讀什麼都要給我讀的 我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是幫我找第一統金的人 曾永鶴 後來做到永鏗銀行的總事長 香港最早用電腦的系統運作在銀行 就是永鏗銀行 因為拍攝了紐約銀行 紐約銀行一定要逼他們裝電腦 才跟他們合作一起運作 裝完的時候 秘書就說老總 你找個時間我看看靠你怎樣操作 那真阿康哥 蛤? 不要搞了吧 你也要知道 千萬不要 你操作 那些同事操作 我要用你的時間 麻煩你按出來給我 理不理會 我的時間是要來去創意 去看市場的脈絡 看市場的運作 一個order就賺錢了 什麼時候銀行要避險 什麼時候要吸收存款 什麼時候要刪制 有哪些人的錢放得出 有哪些人不放得出 他會想這些 你要操作電腦 這個人是幫我找第一桶錦 我在他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希望我大小小台的台友 有緣分聽到我這番說話 大家重新反散 你不要當時我現在都老了 五六十歲你全部搞錯 五六十歲是中年 只要你把持那個軌跡 你走進去的話 在商場上 你三年賺的錢 我保證你多過你一身人賺 不是客人 所以大家台友一定要有信心 當然你最重要你的台友 真的要每個月兩個日子 大家真的要用 那個是真相原來的 講小小的秘密 我們利用那個月球的流轉的力 它都影響到潮水淨退 如果借到這個月球這個流轉 影響了潮水淨退這種的引力的話 你這個時間你知道要缺的話 它會令你的人的思維比平時強很多 你捉過這麼強的話 你這個市場就贏人了 大家明白沒有 開當公司請幾千人幾萬人 賺錢來都收工 你的光陰歲月 你看看北非特那些人 只有十幾個伙計 可以做到世界首富 大約 你比馬斯克騎過 他那些叫做游水撞車 一個電話就賺很多錢 在現在這個社會 不可以用傳統的觀念 在現在這個世界 那一身人兩次的講座非常均動 在內地 第一個 八十年代九十美的時間 是中國政府五個省安排了 請我去深圳講學 講經濟 指定所有的企業家 要來深圳聽我的演講 一會兒我貼上去給大家看 我遲你的講座 這個主題就是 為什麼經濟學者 不會成為成功的企業家 既然經濟學者讀這麼多書 什麼經濟理論這麼多 你應該做大老闆 為什麼做不到 我當日的主題 中國改革開放 我請我進深圳 請我進深圳 第二次的講座 是上海政府安排 多維度的思維 好像是九十年代中 那次的演講 是令到來的企業家的一把手 因為它政府又下單 所有前一百名的企業家的一把手 一定要來聽我的講座 我說什麼呢 我說現在你面對這個沒有了中間的世界 你怎麼去迎接這個世界 沒有了中間的世界 沒有運作 就是以前我們拍張照 你要拿去飛燈光 去曬照片 跟著要寄給朋友 但現在不是 彈一聲一拍一按就去了 整個工序沒有了 就是沒有了中間 由一跳到十 在很多領域都是 不是 以前你朋友給筆錢 你給筆支票來 給銀行入票 入票等它交收 你才去銀行拿好錢 現在不是這樣 是不是 一按去 整個過程的工序沒有了 這個是沒有中間的世界 但在未來我們還結立 一落到AI智能的時代 那個又是另一個世界 但這方面我沒有想到 我沒有時間去想這方面 因為我比較陌生 對這些操縱 我知道有隱從很大危機 但是怎麼再利用這間工作 在那個世界運作 而令自己是那個大錢的話 這個我有時間我會去研究 因為我集中的時間去研究 人體的保健 在世界的植物的元素 為什麼提煉出來 我們那個生物場的陣頻 在宇宙現在用的兩種body 我們怎麼用呢 就出了一些儀器了 我參與工作的研究所 今天我公開跟大家說 我平時不說 我背後很多東西 因為怕人破壞 又怕少人多 又怕人妒忌 對不對 說你做什麼呢 事情未做成功都不說 做成功了 我會說你追我不到的 如果未做成功 我跳水 落個游泳池 你個個看到 戴上水花 每個人追你 但是我鬼鬼小小 微水 我游了過去 你看到我上了旺 你看到我追我不到 這些就是我們學回來的 年輕學回來的 尋前內臉 不要力不及 那些事情未做成大大聲 大口號 這些是天下第一須的所謂 現在中港的殘官 就是在玩天下第一須的行為 我國某人批判他們 你做事成功 你不用說 有人看到 好像我蘭卡 現在做到超過四十個地區 毒水工程 全部有毒水 一個地區 一萬幾千人 計算學生 居民 有四十個區 做了 剛剛做到四十一個 為什麼說呢 做完他們 他們搞儀式 扔回來 所有人都知道 全世界 全國國家都知道 剛剛才收到他們蘭卡的報道 介紹過一點點 在他們國家的工作 要怎麼說呢 有人說 還沒做成說 因為這兩天 一看見 香港政府集團 又出來說一堆事情 跟了剛剛看見事情 那個梁愛斯 白髮貓女 又出來在那裡搭討 是吧 講錯了 整個在香港 摸了街 白髮貓女 他責任很大 一上場 破壞香港法治 慘了那個基礎 那個法治精神 現在這裏 晚跑裝 晚演繫 說什麼 想補飛 太遲了 香港晚活 好 回頭說給台友聽 你們一定有信心 就算你六十五歲 現在都是當中年而已 只要你擺正你的思維 不要浪費了你上天給人類的潛臨 你用得回的話 你三年賺的錢 多過你一輩子 我告訴你 如果幸運的話 一年你賺的錢 多過你一輩子 我沒有給人相信我的 我不是開股票公司 他說 我兩公司 全款都放進去 你不會輸的 因為我計算不輸 就要拼命 你一計算不輸 就要拼命 不輸你也不拼命 那一局不用賭了 你不賭的話 那就是投降 上帝都沒有負擔 那你夠膽就贏一半 既然你計算不輸的話 你也不賭的話 就是沒有這個機會 在我們投資的角度 最重要就是保佈 任何環境之下 我的本錢不輸的 那我就可以拼命 當然拼命 就不是說 全部分身 起碼是可以很大膽去賭 還有你投資了下去 你的信心非常強 因為你計算了數 最多都是保本 最多都是保本 等於我叫你學生 再買那個英黎的股票 你不能輸的 全世界未有一種材料 你不能代替英黎的 特別在內地 不用用 那些毫無禮 沒有其他材料代替 今時今日未有 對不對 特別你將來 那些國家的地方 打仗 我都要重建 是不是要用英黎呢 所以我叫那些同學 最近都叫你買一些英黎股 就這麼大 沒得輸的 你放在這裡打架 睡 有錢賣點 有錢賣點 地產就不能鬥 因為房地產是單向的 單向就是你投資到房地產 它只可以升值你才有錢賺 而且你要搞那個賣出很麻煩 又要買入又麻煩 又要交收 又有錢賣點 很累積的 但是你投資股票 金融其他市場 它是雙向的 就算你股票市場 我不一定買你升 我買你跌我也有錢贏 那就變成雙程路 但是你投資房地產不是這樣的 單程路 拔給公園 是升你才有好處 不升你就大問題 但是我在金融市場 股票市場不是這樣的 我是雙程路 它的市場下 我都可以買下 我一樣贏錢 我目的是贏錢 而且它交收快 快靚靚 一個電話就走光 所以大家台友最緊要最緊要 不要塞了自己的信心 第一 第二樣 最重要 要發揮自己人類的前臨 正面的前臨 為什麼不用讀這麼多書呢 你本身有了 不是的 你整個身體的心 心靈的運作 的常識知識 怎樣分解食物 就算我和大家講話 這個是神通來的 其他動物講不到 我們這種語言溝通的 動物怎麼溝通 溝通都很弱 這種就是我們佛學的大神通來的 你日常用你不知道的 你什麼都有了 整個宇宙的程式 物理反應 中宇神經的系統 全部你有了的學問 你用緊而不知那個大件事 所以你透過我們特殊的教法指南 給方法你練功 你又開回你另外一個系統出來 你知道你自己就一個小宇宙 外面是一個大宇宙 既然間你了解了自己的小宇宙的話 你再看外面的大宇宙的運作 原來你是燃子掌握 當然它有不同的干擾 就是那個干擾很大 就屬於那個因果的法則的力 就是你的行為 做了一些不正確的事 它留了個陳信號 就干擾了你的靈感 仗著了你的大腦的 很邪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佛學好 在耶穌教好 很多的宗教都要行善積德呢 就是這個意思 它會將愛了你 不讓你發揮到出來 它那個負面的能量 沉浅了在你的大腦細胞裡面 張住你的思維 或者它還有一些更嚴重的人 它給你一個錯誤的思維 它會令到你的視覺神經 看一個壞蛋 覺得他是好人 很古怪 令到你的視覺神經 或者聽覺神經 聽到一些正確的知識 或者正當的人說話 你會討厭它的 它這樣來干擾你的 你自己本身那個意義 那個calmer 那一干擾了你 那你就搞錯了 招惹壞蛋了 你當好人 好人當賊蛋了 那是混蛋了 那是混蛋了 很大件事 我看到死了 看到也不行的 一看到 你教方法給他 他不做 那怎麼辦呢 就是他有病了 你給方法他不做 他怎麼會治得好呢 那是一樣的 有時候世間很無奈 每個人都有他的恩怨那一步 有他的福報 有他的福報 每個人都慘之不齊 有些是慢一點 有些是遲一點 有些是早一點 有些是臨死那天 他都沒有睡醒 最簡單的 我最近給了一個測試 那些學生 還有那些網友 我訂了一個恆大歌舞團 有一個很短的視頻 很多美女的 如果你有一天 你做了座上客 那些領導就叫你去 因為你不埋堆 就不行的 那你埋堆當然要去 去到你怎麼過關呢 入房又死 不入房又死 到現在沒有人回答到的 這個問題 這麼簡單 不要說什麼大條道理 天花籠籠 這麼簡單的問題 我扔我出去 到現在沒有人回答到的 我相信 在現今世間沒有什麼人回答到的 等於以前在二十幾年前 我在一個演講裡 我開了一個答案 我歸道再跑 兔子不奮力再跑 連續跑了七次都輸 問他們怎麼輸法 到現在都沒有人回答到的答案 等於現在 這個恆大國武團 你做了座上客 你有份去 那你怎麼埋尾 怎麼過關呢 沒有人回答到的 希望大家 台友 未報讀我時空式班的話 你可以報讀 因為我門檻降低了 只是要是 中六 讀不中六的人 我都收去做學生 如果你沒有讀中六 讀不中三中五 那些我要見人特殊處理 為什麼呢 我有些課程都挺深 表面淺淡是深厚的 你一練習下去 如果你起變化的話 在練功的時候變化 那裡最深厚的 一開始你不覺得深厚的 你在練習的時候 有很多靈感 不知道信好不信好 那時候就深厚了 等於我昨天 有個美國的學生 我問你 你看看 把線到了嗎 他轉頭說 你阿Sir 你又透視眼 一打開油箱 又又在那裡 有很多這樣的靈感 我們年輕人到了 你還要拿這個 看他 人類是很大很大的潛能 所以大家台友 就算你讀得少許 或者打份工 千萬不要灰心 但一定要有那個德行做基礎 德行的話 己所不辱 默思人 你不忠被人欺騙你 你做生意 那你更加不要欺騙人 但你不騙你的人客 還要進一步 你不騙他 但可能他會受市場衝擊 他跟你做的那件生意 他會虧本的 進一步就是 你跟他交易 除了不騙他之外 不欺騙那個人客 你還要想多一步 他跟我買完一些東西 為了跟我做這間交易 他會不會受到損失 如果有什麼事情變化 你真的要幫他想 這個是另外一個層次 我將做生意的人 很少想到你一樣 對人客 很少想到這一步 我求你做人生意收起錢 你會不會混蛋 想到你的事 一般來說很正常 一時實你也沒有責任 大家公平交易 但你要想到 令到他不要損失 跟你交易完 以後交手那件事 這個非常非常難的 真的非常難的 你怎知道市場怎麼變化 你跟我買一批貨 我都控制不到市場 對嗎 但如果你有這個功夫 你應該跟他想起來 教他怎樣走位 怎樣散掉貨 遇到什麼問題 怎樣鎖住貨 也要提醒他借錢 不要做 因為那些貨價 有個轉彎位 你過不了關 你會輸的 如果他有長錢 不借銀行錢 還有那些貨物是可以放的 沒有時間性的 那便安全一點 不怕了 年輕人 如果就算你買完 你受到衝擊的話 你放吧 他都會賺錢的 等於早來我賣那些翡翠 給那些學生 每個都要賺錢 我昨天去廣東道 他說 我回到大陸來買照片 沒有了 給了三倍價 我問有沒有照片 是不是大陸有些人吹雞 是我走進去平州 去四回那裏 撿回照片 他說沒有 我給了三倍 沒有材料 沒有靚 沒有那些石料 沒有翡翠石料 昨天而已 我下去講 所以人生一個層次一個層次不同的 你的思維 就是說你要盡量將你的思維 進步了之後 你用你的智慧的觀察力 去幫你身邊的人 去幫助跟你交手的人 最起碼你不要令到他在你身邊收穿 如果不是你說愛心說性 就只有一個講字 你要實踐 在人世間實踐 所以我為什麼要交台費 我都要做這麼多好的社會工作呢 我用台費 做些真是有益世間的事 他的恩果反石力 大家可以分享 我為什麼斬火出來 我被人借火 我斬火沒有損失的 大家要明白 你怎麼阻止楊竹有光明 一千幾百人走來 在你知楊竹 再引火點燃去那些 你知道楊竹 你的光明有沒有損失到嗎 沒有的 為什麼我不做呢 這個就是佛祖的智慧來的 身火相傳 你沒有損失的 你的學問被人分享 你怎麼會有損失呢 你沒有少到東西的 為什麼你不做呢 所以大家台有日又提醒大家 真的盡量把我的印度電影 扔給人 盡量叫親友參加個大赤超台 你好他好大家好 真的 皆大歡喜 我幾句說話而已 在人生出世 小盧多德 玩到九十九 第一句 我四十歲開始 即是說 我不應該讓人這麼辛苦賺錢 我要等些錢來賺我 我有信用 我有交代 對人對事做到加零一 那為什麼人不給我生意做呢 到你找到錢 你會和你身邊幫你手做事的人分享 我的秘書可以告訴大家 我很少說 十幾年 一年出十六個月糧 未計每個中國時節的獎金 知道嗎 早上回十一點 沒有事做就收四點 我秘書 有時我在這裡沒有事做 你吃完下午就收工 逢是不假期放假的 我萬比書 如果你不善待你的伙計 或你身邊的人 這些不是正當的商人 你要他忙有什麼用呢 他是不是做繼檢威 他是用腦來和你做事的 不是用手來計數做那些工作的 不是斷見計的工作 總之有問題的時間 我和你處理了就算了 當然我是訓練了他有些軍分 我用軍分的程式訓練 所以大家的同學 朋友跟我秘書交手 他覺得他非常交代 每一份文件出街 接著要跟到我的電話 問他收到沒有 收到沒有 過一兩天 你昨天收了一些東西 好像未收到你回應我 追的 這個追人的事 最厲害就是 信火集團大老闆 過了新的大老闆 信火地產就知道 新加坡最多地皮的大老闆 除了政府之外 他最多地皮 所以今次公佈 信火地產是沒有欠款的 沒有負債的 在年報上 行機欠千多億 新世界是三千億 李嘉誠都欠幾百億 新加坡也欠千多億 信火零 沒有欠錢 他多年 連爹地黃庭芳 有本寶仔 一人做事就寫下 一走開三個小時就追你了 喂 小子 單事搞成怎樣 有時我們都笑的 魏老闆你三幾個小時前 才交別人做事 四個小時追他問怎樣 你頭不得 他不行的 那些人不追啊 不行的 肥老闆這樣的作風 黃庭芳 第一個大老闆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些世間成功的人物的作風 黃庭芳大老闆多年 他是曾經省關照他的 泰國盆谷銀行 最早的錢 跟著就騷亂銀行關照他的 莫斯科銀行在新加坡 他隨便跟你喝茶 用一張紙巾寫個字 持交給來人什麼名字 一百萬美金 他簽個名字 那這些人能拿到錢 不用用支票 所以當年在新加坡很軍動的 我相信蘇聯政府是真誠的 蘇聯政府透過駐新加坡的大使 開了個大型的州會 是為了黃庭芳先生而開個州會 向世界宣佈 他是他的銀行最有信用的客戶 最有信用的人 就是孫摩托洛 所以人成功有他的優勢 一定有他的長期 失敗更加有原因 我那個時空式班 希望大家台友 如果小朋友有十歲左右 可以叫他們報讀 越早讀就越好 學費就越便宜 因為一超過二十歲 好像我就收一千元一歲 有些五六十歲的人來報讀 我推了他 我們不要浪費錢 幾十歲 你看看阿佛經典阿佛 一六十歲 我看他住在哪裡 看他人的衣著 都不是說真的很富庶的人 無謂浪費我幾萬元 當然有些人很堅持 他說不行 我臨死都要學一些東西 我不開心 阿佛算是 一定要跟你學一些東西 他自己的環境 壓迫得起 他交幾萬元學費 我就照收 一課 我只不過我不用佛的名字 因為你用佛的招牌 就令到很多人不來 有些別的宗教教徒不來 我就不用佛祖的名字 所以就用時空式的課程出街 打開了道門 就多些人可以來歉言 希望台友推薦親友來讀 我都希望將我自己的學問 留下一些在世間 當然有很多東西都留不下 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遺憾的 真的非常非常遺憾 師傅也是 他有些東西 他就是早走了我師傅 他如果去持久多三兩年 我身上會學多些東西 每一代都每一代囂張 真的有時候人生都是我們的囂張 自己的知識交不了出去 你連說 見到恆大哥沒有跟那些美女 怎樣過關 你都想不到 那是大不大領諾呢 世界的人那個智商 對不對 但是我給大家一些貼紙 如果我開股 就笑到別人吐吐了 他們真的想不到可以這樣過關 真的想不到可以這樣過關 還有過完關之後 那些女生還會問老闆 這個人什麼時候來呢 就是這樣 經常想我去光顧 洩漏少少 就是叫做結局緣分 但是洩漏少少 你們都想不到的 通常你去到恆大 你現在看中一條女兒 一個而已 因為要斷她的美意 她不敢請我去 所謂沒有一個不行 我要五個入房 那你們都想下去 五入房 怎麼這麼閉尾呢 心不心我 還要那些五個小姐 還要問老闆 姓郭哥什麼時候來呢 所以書記都吹了一聲 是不是 給大家再想 這個非常非常厲害 是一個時空式的學問 是不是 我相信一樣是想不到 你知道也想不到 那老闆當然是 許家印當然不開心 我請你的消息 消息叫你來 你媽媽要八五個入房 是不是 一人配給一件 怎麼這麼糟糕 你開到聲 大消息在那裡 是不是 大消息又沒有說不好 是不是 大消息又說 你是不是啊 弟弟這麼厲害 請五個女兒入房 給你行不行 即是說大消息同意 許家印 難怪被迫著 要派五件美女給你入房 明白嗎 我說以後 她都不會請你去 等一下你 遞親都做了五件東西 其他不夠派 對不對 吃飯 吃飯 看了多少個美女 招呼多少個人 你無故要做五件的入房 我今天吃飯 除了我許某人之外 是不是 七百個幹部來吃飯 包括你自己 我二十個八個女孩子 給你選 你慢慢說要做五件 那怎麼辦 琴琴琴要打電話 周圍要再叫 叫那個國務團 要找多幾件東西 來補飛 你要補回那些人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是不是 以後都不會叫你去 他不叫你去 你就過關 是不是 所以人世間 都很深 這是學問 我最近很開心 因為我解決了一些很大的難題 因為看到中央政府 真是大招彎 對國運好些 起碼要吐氣 經濟上來講 衝擊一定有在 也都提示了一些才友 獨善其身 不要連這麼投資 搞自己的身體 搞自己的技能 你都看到中國政府 在思維上轉變 認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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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學問來的 認輸和投降 你是輸的 因為你場仗都還沒打完 是一個過程的一個現象 你場仗還沒完的 再開國 再部署 還沒完的 如果你不認輸的話 你會徹底失敗 所以認輸那一刻 都是戰術一種來的 等於當年大家在我們中歷史的故事 以和勾錢 餓生長膽 對嗎 不是輸的 是表面輸的 我在這段時間輸 我還沒完的 就是打麻將 前四圈輸了 你還沒完的 有時候你打麻將 一拉手牌不漂亮 我全部棄牌了 特地被人吃了 那你當輸的 你是那一棵輸的 但是你還沒完的 所以我們都希望 中央政府有這種空襟 人世間不需要只爭只值的 一個國家的發展 是吧 漫漫的長路 你怎樣搞到國泰民安 為什麼影響到自己國家的子民呢 有個安全感 得到國家的子民呢 對你的領導人呢 有一種尊敬的心 這個真是不容易的 所以中國共產黨員 真是要恢復初心的 正式為人民服務 公正 以身作則 不用說那麼多口號 自然有人尊敬你 好 就是這樣 你吃不吃牛的 吃什麼都吃 不喝不喝不喝 是不喝不喝不喝 你吃過了 很帥 因為那個人 又要吃不喝不喝 很頭禮 這裡 很多酒 我們剛才的 非常常人 吃不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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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